他们分别是咱们央视的 大家非常喜欢的体育节目的主持人 韩巧生 欢迎一位知名青年演员 金巧巧 他们身后站着呢 是麻辣评审团的朋友们 同样热烈地欢迎你们 这场家呢 分别是首都博物馆的研究员 王春成先生 这里面建议两家 我们资深的艺术品拍卖界的人士 甘学军先生 还有位远道而来的著名的鉴赏家 林少杰先生 北期呢都有个主题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 稍稍的雅致了一些 咱们现在应该说 北方人讲话还是大年呀 正月里呢 还是过年的气氛 那么经常有朋友聚会啊 亲友团聚呀 难免呢 摆个酒席呀 弄个饭局呀 那一般就少不了两样东西 起码一个是茶 一个是酒 所谓茶香酒熟赢家客嘛 那么今儿呢 咱们就通过展示一些器皿 来聊聊聊 饮酒啊 喝茶的 一些事儿 特别是古代文人的一些 风趣的雅士 请看 亮宝 好 好 谢谢 中国是茶的故乡 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 谈到茶不得不提到 是于雍正朝的金瓜普尔 而眼前的这件茶叶罐 同样也为雍正朝所创烧 拍替尖白细润 荧光透视 且微微泛淡青色 幼色粉嫩青翠 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 堪称雍正官窑词中之佳气 此夕敏曾在2007年 北京汉海秋拍中 以224万元人民币成交 目前市场估价 约400万元人民币 二位嘉宾到前面来看一看 然后请一位鉴赏家 给我们介绍一下 眼前的这件重器 这件雍正的粉青柚的盖罐 是一件典型的雍正的 粉青柚的制品 雍正的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 它是以精细典雅著称的 特别是雍正的丹射柚 它的成就应该说 达到一种登峰造极地位 特别是我们在观赏 这件东西的时候 它的这个线条的简洁 而秀逆 当我们把这种典雅 秀逆的这样的一种风格 跟雍正这样一个 以炎库著称的皇帝的政治形象 结合在一起进行联想的时候 就更耐人寻味 所以这件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件东西 谢谢盖先生 谢谢 记得四年前 我在盘队会上看过 只恨囊重羞涩 真的瞧瞧 如果以后 你们喜欢收藏词去了 最后好多人 几乎殊途同归 最后到最高级的一种审美境界 就是单色柚 什么纹饰也没有 你看它这是粉青柚 但是由于这种窝角 它自然而然的就变成像几乎白色 非常优雅 别致 爱不释手 很能咬它一口 好了 如果二位 在后面三位藏友拿上来的藏品 你们都猜对了 将给予您雍正皇帝的亲笔书法 赠给宜亲王 就是老十三 因为雍正在登基之前 和之后 他这位十三帝 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 这是去年呢 在保利潘的公司拍出去的 943万元的雍正帝的书法 这虽然是复制品 但是挂在那里 你别有一番气势 我们掌声 激励你们能够得到这份 以最热的掌声 欢迎第一位藏宝人厨长 麻辣评审 机智幽默出难题 感觉有这个现代的化学材料的这个痕迹 就跟链铁操匹叉 一嘴一右了 我这样呢 要是老平装新酒的话 人一看就看着 像你这样 人一看就是属于 新菲装老酒 山东藏友滔滔不绝 巧辩论 说这个碗应该是值五万 说你要给他两万块钱的话 他见过你他就五万元 说你要给他 或者五十块钱 有可能八十块钱 才能买过来 大家好 听好 好 请进开 请进开 大家好 大家好 何大人 好 王刚好 王刚 现在要我家是来自山东 叫刘胜军 今天我带的这个产品呢 是一个温酒器 一套 三件 我这件是福树多子 那一件是 多 没说过它了 别着急 从头来 给你一个人的紧张 点心态 一会紧张 大家好 我这件带的一件呢 是民国防康熙的一件 温酒器 这温酒器呢 特点呢是 有石榴 瘦桃 还有蝙蝠 蝙蝠一样代表的是 福气的意思 瘦藏一样代表长寿 这石榴一样代表 多子多孙的意思 我这件产品呢 是我在我们老家 山东 一个偶然的机会 发现的 我去奴村 去收藏这个古文 因为老大爷家有一个 北魏时期的 有一个木雕的一个佛 要卖给我 说人家 我们逃价还价 帮那个木佛 我就买下了 在临走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件器物 我就实际磨 磨了半天 就送给我了 是这样 说人家 我相当于就是 你物价多钱 我这件器物价 我自报价是五万块钱 希望大家 这是我 谢谢 谢谢您 还有 着急 尽管起码咱们大志明 为了他这是一个 民国的 反康熙的 青花的温酒湖 对不对 温酒气 现在自我报价是五万元 是不是 请专家 和咱们的嘉宾 还有咱们这个评审 都过来看一看 来 请 韩晓生先生看得很仔细 好了 现在 一眼变真假 瞧瞧什么意思 站起来干嘛呀 不是 你又说都跑那边去了 还有第二眼吗 当然 可以哈 一路三眼 我在这坐着 哪位跟我说说 为什么看起来 就觉得从这个青花的发色上 民国的这个青花发色 也不应该是这样 感觉有这个现代的 这个化学染料的这个痕迹 最近它那个着色 有点发散 发散 发散 对 并不说是那么浓重 它有的就是颜色深浅 不一 画得非常不像 不像 不像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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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没有 我是觉得蝙蝠不像 我个人感觉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 你说是温酒什么 温酒器 温酒器 对 这里边装上水 热水 这里装上酒 我觉得至少 这儿弄个小炉 对 点起来 你看这边酒精 是不是 王老师 我觉得这一点啊 首先 至少到现在来看 你里边的小壶 和外边这个一套 不是一起的 那你这个底下烧的颜色 都有这种被烧黑了的感觉 它这个不一样了 这个壶用烧啊 这是答案 这个是水啊 壶它如此之白 用了水如此之纯净 因为现在就是咱们这个 民国坊这个康熙的这个啊 它特点呀 它这壶仿的像 你看在康熙 1680年到这个 1701年 这段时期啊 康熙的这个字词呀 是顶红时期 是最好的 它就太薄 另外呢 这个青花颜色呀 像那个保时蓝那种蓝呀 这一个特点 第二点 因为总归它是民国仿康熙的嘛 对不对 它必须呢 肯定有缺点 做工呀肯定是没问题 这用的是国产料 国产的那种蓝料 康熙难道不是国产料吗 康熙也有这个进口的料 这个咱们得问问专家了 我没听说康熙面前有进口的料 康熙那是朱铭料 康熙用的朱铭料 好像没有用过国产料 不是 没有用过进口料 对对对说错了 没有用过进口料 您也给我绕得糊涂了 你看丁万家刚才这个小姐说呢 说这个有点运 有点这个散是吧 这个清花 过去呢 它运散 现在的就是这个化 化学燃料 它不会运散的 是这样 它这个逻辑上有点 吃不准 王岑先生 可以说清楚一点吧 运散不运散 咱们别谬主流传 是这样 就是说过去的呢 矿物质的燃料 那个颜料里边 也一定会有运散 那么运散有一种自然运散 还有一种人工的分水运散 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化学材料呢 它也运散 它那种运散和那矿物质运散 完全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决然的不运散 对 这些也都不是判断 你这些东西真假 新老的依据 你看刚才王先生说的多好 你说运散 有的是因为烧的时候 清花自然地运散 因为是右下踩的骨料嘛 也有的是呢 比如说我们所谓墨分五色 特别是康熙细路民谣的很多 哎呀 那个清花 由于它一点一点用它的 就像我们在宣纸上做画一样 它有些自然地运散 才比有一番韵味 好 你这边为什么坚持认为是真 从第一眼上感觉它是真的 因为做的挺 就是挺像那么回事的 但是第二眼看 康熙的这个清花 讲究的是墨分五色 最浓 浓 一般浓 一般浅和最浅 然后我觉得刚才看了一下 上面的这个蝙蝠 大家注意一下 它这个里白外蓝 然后就没有这个过度的颜色 包括这个 上面的这个桃子 瘦桃也是上白下蓝 就是特别的明显的分界 没有那个过度 我觉得可能是 我来跟你讲一下 有点假 第二个它为什么颜色不一样 它要一样了 它就不叫边幅了 不 我是说它那个就是过度色 没有那个墨分五色的 层次 有点的 对 太明显了 这个没有过度 这不像做的真的方正里面 人说的话 是 我是想做那边 那边没做了 没关系 你过去了自然就有什么了 好了咱们二次太虚实 对 还有二次 你还坐这 我坐这 脸儿调换了一下 你跟我说你为什么过去 看针了 为什么看针 那个开始我用手颠了颠 挺轻的 后来我看了看它那个烧制的痕迹 还有那个图案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可能性占百分之五十 五十你占那样子 但是我还是要思考一下 我再分析一下 对 好 瞧瞧为什么过去了 就其实第一直觉有的时候往往是错的 还有韩老师在这儿 这么得高望重的韩老师 我就跟着韩老师 肯定没错 不不 我就觉得他是这样 就是你要像 像我这样的 要是老平装新酒的话 人一看就看出来了 像你这样人一看就是属于 新瓶装老酒 不 新瓶装的也不是陈年老酒 是吧 人一看还是有青春的气息 你看这个文明就是一个被烧了那么长时间 烤的痕痕迹都有了 怎么中间的瓶子一点水的水印的痕迹都没有 他算盯着这一点 还有一个有这样器皿的非百姓人家 都是在达官贵人呐 文人默克一起 你想想多么优雅 那种感觉 您这个温酒可好 端的瓣在哪呢 你不能让人垫着麻布来拿 那要是烫了以后一旦失手 趴下摔的怎么办 不 不会了 温酒啊 不是说这个酒 开水 它下面还小炉子 温度是温的 不会太烫 对对对对 那它底下一定可以有相当的热量 而且磁吸的导热不像金属 所以这样还可以的这样拿起来 你要说什么 我质疑它几点 就是它这个底 虽然是加火烧 但是烧的太均匀了 您就三撮火 底下要在火上烧 我认为每次都烧 每次都烧 它不应该特别集中在三个地方 应该哪都黑 这是第一点我质疑的 第二点就是这个款 写的这个字太不漂亮了 这个大字 就跟练体操匹叉似的 一左一右了 再一个就是 您看现在这图上的杯子 它这个底里 里头就有人为做旧痕迹 它想让你做的感觉特老 然后就给那里头抹的全黑了 然后老看咱们节目 你听专家说过 它做旧 实际上自然的旧 只是在那个族的那个边 就是那个面上 是有一点点使用的痕迹 但是那个里边它是没有旧的 里边要是有了脏 那一般就是做旧痕迹 到时候我可以再请教一下专家 我开始看这东西 我也觉得烧的有点可疑 但是以前可能不用烧 应该是用热水 因为原来我父亲也有这种酒壶 拿热水一泡就可以了 要是烧 可能是后人不正当使用造成的 而且这个炉 它原来没有酒精炉 过去哪有酒精炉 对吧 可能这个炉应该是厚配的 但是这一套东西 我觉得从品项上各方面看 还应该是符合民国的一些特征的 所以我认为 如果当时没有酒精炉 就更不应该烧成这个样了 后头 这是老头 麦克斯的老头 就你 我倒赞成他的观点 说这个原来老人呢 就是喝白酒的人都讲究温酒 酒寒入味不舒服 对对对 那么温酒呢一般有温开水就够了 不是烧开水 而不是烧 我觉得底下这个座啊和上边啊 有可能或者我就认为它不是一套 这是我后配的 你后配的 这是为了他后配的 对对对 那个烧呢 难得找这么烧 那个是配的 不是一回事 对不是不是一回事 这是后配的 有点像那烧瑶的瑶具 是 卖火 总为它这个民国的东西 它仿康系 它时间最短 另外呢 你过去这么精致的东西 谁好意 谁舍得用火去烧 过去也没有那种这种酒精这个 反正过去啊古时候的的确确 闻人亚师们 尤其是大雪纷飞的冬天的时候 一般是弄一个小火炉啊 来这个把酒烫一烫 我们老百姓讲话了 喝两酒花脏钱 早晚是变 大家以为如何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呢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年龄的 如果喝白酒的话 可能的话尽量瘟饮 还更甭说 比如说日本清酒啊等等 这个天还是要瘟饮 热一热 好 你要说什么小姑娘 那个我虽然不喝酒 但是我觉得她真的原因是因为她的流线型很完美 并不是直上直下的 所以我觉得她整整个很完整的这种感觉 让我觉得她很真实 好了我们先请出这种感觉的意见 然后我们还有三番定前坤 请 好 请注意 我们一请护宝锤 谢谢 这个不是太自然 生死文书签过了 牵过了 心里有点 你打得挺干脆 牵过了 山东的 山东的 我把您说 我的祖籍也是山东 好呢 太好了咱们老乡 我们家来东北 起码比你这套磁器 你自爆的这个年份都早 现在你看着没有 两位嘉宾 还很少有这种情况 两位嘉宾率领的 评审团的大部分也都跑那坐着去了 因为他们不懂这个 不懂这个 对 你看 刚才嘛 刚才我一说 我说人家是没花钱来的 便宜啊 他们就认为是假的 实际错了 就现在啊 就在奴村啊 说这个碗 应该是值五万 说你要给他两万块钱的话 他见过他就不卖给你了 说你要给他或者五十块钱 有可能八十块钱 能买过来 哦 现在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一个经验 好 现在我们三番定乾坤 嗯 因为他很注意啊 他是反康熙的嘛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如果真像你说的民国反康熙的一个清花温酒器的话 奸给你有北京银食开卖有限公司提供的金牌一枚 但是如果不是那就当场击碎 你退不退吧 不退 退吧 不退了吧 退了吧 还不退 退能用 反正你得起一套 你有另外还一个道理你知道吗 退吧 不退了吧 退能用 反正你得起一套 你有另外还一个道理你知道吗 哎 因为你讲我收藏已经十五年了 我们家里得有三百多年 三百多年 哎 哎 我对不起啊 我们来提提专家鉴定一点清花花绘文温酒壶一套 胎质绵软 清花花色飘艳 画空呆质且凌乱 款质书写随意 经鉴定为现代方品 清花这个温酒器实际上是一个很拙劣的艳品 无论是从形质 还是从这个右色 还是从这个文饰 还是从这个文饰 等等各方面应该说一无是处 所以应该是非常容易辨别的一件地内的艳品 好了 那我们还要谢谢这位藏友 也恭喜你们第一回答对了 我们动作了一个掌声 欢迎第二位藏宝人出场 年轻绿藏友真情流露感人至深 祝所有的子女孝顺父母 都能把假的送给爱收藏的爸爸对不对 哎呦这话讲得好 评审主持人深有体会引起共鸣 要是我闺女买了这个给我 就是假的 我都高兴 我同意你这话 真的咱当爹的都这样 没错啊 你的爸爸看到这个节目 看到你的笑心 你知道这个东西你是爱他 孝顺他买的就值了 哎 大家好 好 请你开始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李宇 来自北京 现在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份藏品 是我和我的妈妈在给我爸爸过生日的时候买的 买这个藏品是因为第一 第一我爸爸比较喜欢收藏 第二是因为茶在中国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了 它属于清雍正时期 豆采鸡钢杯 杯身的话有熊鸡 瓷鸡和厨鸡 忘了 现在我祝电视机前的所有的父母身体健康 祝所有的子女孝顺父母 这件藏品我的自报价是十万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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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还得一片孝心 各位 请上演 这鲜哎 这鲜棒的也没怎么用过 刚刚老师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挺好 您说小 茶碗 茶杯 茶窄 还是茶园 各种叫法不一样 那我请教一下的我们专家 我们对于这个酒气啊 还有现在茶具啊 这些气型 叫法 都有些哪些区别 哎 二位专家 不认真听课 感谢君小同学 不要这样 严格分 有时候还真的不是很好分 但是一般的鸡钢杯来讲 还是饮酒为主 小的为酒具 大的为茶具 是这么分的 不是说按其行 怎么分 嗯 还有过去有首唐诗 李白的《枪敬酒》 一开始念是姜 其实标准一念 枪敬酒 其中有 末世金尊 空对月 金尊 这尊 是不是喝酒的呢 对对对 末世金尊 空对月 这杯子的热酒杯的热酒的气泥 乔世红给你咕咕的 起码他不是端酒就喝 因为尊是比较大的 尊是盛酒的 这有 绝啊有什么的 得从这盛出来 倒到这里面 杯再喝 是这样吗 龙气呢 一般是 从战国的时代呢 是分为雷公 那么喝酒的时候呢 是用商 商就是拿着这个酒杯 这样喝下去 叫商 我想说到商 不去 我认人雅士门 把这商 承门酒 放在流动的水里 让它自然飘去 然后不远的下游呢 叫大家来对诗 谁 没对上来 罚一杯 从水里 取出商来 把酒饮干了 多美丽的情景 现在 乔生你干 你干我 对这 感情深一口闷 当然了 我们饮酒狂欢 也是一种什么 但是 现在那种文人气息的东西 会越来越少了 好了 回头再说 他雍正的 粉彩的 这两个 姑且叫鸡钢杯 现在 一眼变真假 诶 穿女的 韩老师你过去吧 一边都是女的 韩老师你去这边吧 这不是商费生间 你认为是真的 这个给格格用的 这个给格格用的 给格格用的 对 那个前两天那电视剧里 格格确实用过这个 格格拿着也大 拿着太不 太不哑观了 这种不大 一可心一样想得出来 格格能用这么大的 格格用这个吃饭 好了我们还是请教一些专家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种 这应该是仿橙画 形状应该是仿橙画的 对吧 对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成华豆彩 一听就 其实豆彩呢 是一个很名贵的品种 那么尤其以成华时期 豆彩做的最美 特别是成华的鸡钢杯 那么它是用右下的蓝青花 作为轮廓 烧成之后 二次再填彩再烧 右下彩和右上彩 相其豆艳取其豆彩 到了清代 特别是乾隆时期最为效仿 但是乾隆做的东西 一定有乾隆本身的风格 这是清朝的一个特点 尽管极力在仿橙画 好 谢谢王先生 谢谢 谢谢 谢谢您很明确 万力也就是 您神宗价钱有成碑一双 价值十万 价值十万呢 我们算了算 大概是六千万 到七千万元人民币 在当年 那么今天 几乎无价可使用 王刚老师 我想这位 我为什么说 觉得这个 这是真的啊 但是它肯定到不了雍正 我认为这是民国坊的 刚才各位专家 还有都说这个大小的问题 这种杯子呢 就是民国时期 民间喝那种大壶茶 俗语叫调子 配着那个喝的 你认为这是茶园 可以这样讲 是一个小的茶杯 所以它的号要比那种 咱们喝功夫茶的要大 比这个碗呢又小 它要喝那种调子茶的 有道理 有道理 民国坊你们认为吗 如果是民国坊呢 也有收藏价值 它也应该站到 真的队伍里面 王刚老师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感觉给我是很卡通的 很像当代的卡通动漫上的那个形象的大公鸡 很卡通的 并不很写实 然后呢 我觉得它的公鸡 是不是应该是很雄武的那个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个画背上的公鸡不是很雄武 然后它旁边那个小鸡应该是很活泼的 我觉得它反而是那种 不是很活泼 不是很活泼吗 那母鸡 您看那母鸡的尾巴活泼的都跟那个 对 孔雀了 孔雀就海里边那个 海草 小鸡都上了母鸡的背上了 我觉得画师为什么要把它那个公鸡的尾巴化成绿色的呢 其实这个我觉得 公鸡的尾巴为什么 公鸡尾巴没化成绿色 黑色的 黑色呀 应该仔细看一下吧 它看出绿色来说明那公鸡 但是它的翅膀化成绿色的了 对对 翅膀化成绿色的 对对 我说 对对对 公鸡他要努力的话也可能 公鸡变凤凰 对 小鸡 我想问一下那个藏宝者就是有一个疑问啊 小小的 我们知道这个成化斗采又称斗采 就斗趣的斗 对 对吧 那这个杯子做出来实际上是给这个皇上的这个 应该是个爱妃 就是斗 有玩的吧 没到那层次 玩的 没到那层次进不了宫 人家说了民间用的 你要说进宫的话指的就是成化的 他了得 他爱上了一个比他大15岁的万贵妃 对对对 还往斗采的 没有斗采的 所以成化无大器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啊 我就觉得他如果要是说斗采的话 就是用来游玩斗趣的话 应该是很旧的 这个简直 我觉得特别新 就像小朋友一个新买的玩具一样 特别的新 那就让我为这个我的藏品辩解一下吧 首先它是清庸正时期的 而不是成化时期的 清庸正时期是斗采的一个第二个高峰 它那个时候呢是大量的造制了一些斗采 所以我这个斗采是当时的其中的两件一对 而不是说成化时期的 您要还坚持是斗采的话姑娘我想问一个 雍正她能斗采她严格要求 那碗您看碗口她不平 没有在一条水平线上 这个你对一下 你两个碗之间肯定有份能插进 小妹妹小妹妹你非常卡哇伊 但是你不能卡哇伊的说你这碗是雍正的 你要说是民国的我纠正一下 人下来再问你你就说我这是一段民国小碗 不是他真的是一样学生的 他用了一句日本卡哇伊 首先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公鸡画的一点也不生动 我看呢就像小学生一年级的小学生画的 不不不 而且你要看成化豆采的话 看成化豆采的话也是非常的所谓智拙呀 智拙啊也是小孩子一样 我觉得吧首先你是你自报价是十万 对如果说这个是真的话你减大漏了 这可不止十万 王老师您刚才看我注意到一百万都答不 我告诉你尽管她是雍正访成化 王老师她刚才有一点我注意到她那个大字 一翻过来突然注意到了 那大字大家翻过来看一看她那大字 撇那什么什么用劲 她那那那那尤其那右边那条腿要飞下来了 你那个都估计那个练书法 没关系没关系 好了二次太虚实 有没有过去呢 我也在犹豫啊 我觉得这图案画的还是不错的 王老爵那杯子那个感觉没有那个年代感 我这也是在思考到底这怎么弄 我就想这个 那我补充一点 等一下 你这个做法很冒险 我跟你说 没事我这 我这 我不跟你说话了不打扰你 我补充一点 真的这边的评审说 它有可能是民国法的 这个杯子和雍正的一件 真品的杯子 画的是一模一样 公鸡 母鸡 小鸡 山石 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老师曾经说过 如果和真品非常接近 它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就是真 要么就是假 如果我说错了 老师对不起 我继续学习 为什么说它是民国的呢 它具有民国这个典型的民国画工 就是什么呀 画得很糙 为什么要仿的这个 跟那个真的一模一样什么的 它就得有原始的这个标本 才能仿出来 完了卖到民间去 才有人买 老师 我觉得它有问题的地方在于 它可以是简笔画 但它要表现出自己的形态 但是这个鸡 五生尾巴和脑袋和鸭子没两样 我觉得公鸡如果是要打名 要叫的话 它钱就不应该很挺 所以我觉得它是假的 我们这边啊 做的全是当爸爸的 所以呢 这是闺女买给爸爸的生日礼物 对啊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上呢 我就支持你 即使这是假的 我劝你待会儿啊 真是说不行 你赶紧退 赶紧退 拿着你爸爸喝喝茶也挺好的 对 要是我闺女买了这个给我 就是假的 我都高兴 我同意你这话 真的咱当爹子都这样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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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还是比较赞同你这个说法 我刚才呢 用一个动作看似冒险 实际上我擦了擦手 我拿那俩碗口对 现在那碗弄不好 帮你给我啪一下都能脆 就是 但是王康老师当时那个感觉就弄不好 很危险啊 这要真要是值点钱 王康老师第一就 哎 教授注意点啊 不是我怕吓着你啊 万一就扒着这 不会不会 不会 这我知道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认真对了碗口 严格来讲直径稍稍微有点出路 第二 中间能够插进纸去 我这点又无愿同您的观点了 你理解的给这最后 你来辩白一下的 从他们说 是这样的 因为她呢是 当时那个雍正时期 她是纯手工的 所以她不可能像现在这个社会 签那么齐 齐得倒是假的 我倒不买了 没错 你说太对了 快感受到我老内衡能了 好了 我们还有给你机会 我们先请出鉴赏家最后的意见 好 谢谢 二请护宝锤 谢谢 谢谢 姑娘那个 没事 我这还真带着几张卡 还带了几百元 不够我给您补一点 不用 就是回你妈不上了 假的真不了 我觉得她肯定是真的 你还坚持啊 就算是假的 我不能把假的送给爱收藏的爸爸 对不断 哎呦 这话讲得好 这话说太好了 你这假的太太什么了 太棒了 我本来想过去呢 我老觉得这么贵重东西 怎么会拐到你这儿来呢 我运气好呗 王老师你说我过不过去 当你挑的那个人眼拙 大主意你自个 他看出这东西他不拿 大主意你自个拿呀 我过去 你过去 好吧 姑娘 虽然你那话说的时候 我哪能把假的 还得罚你 不是一般的过去 给父亲拿 因为有的人了解 你知道你拉低舞跳得好 有人不知道 还是用拉低舞步 专家面前绕绕绕绕 之后绕到瞧瞧身边 我就走过去吧 王老师 别别别别 大家说怎么样 那我就 来 走嘞 你要留下吗 我要会啊 我早就走了 女儿送给爸爸 礼物一定要不能等 是吧 一定要等我吧 那我信你一回 接着呢 我信你一回 就算 你又不跳了 可我知道一孩子 其实他就算被骗了 跳舞 跳 我给你个机会 三番定乾坤 走 我理性一些 我过去 好 好吧 走 这是聊聊 好 好 姑娘 我刚才说了 咱们冷静 生死闻书签过了 签过了 如果真像你说的 这是雍正本朝的 姑且说是斗采鸡钢杯的话 将给你由 北京影视国际牌美国圣公司 提供的金牌一枚 但如果不是 甚至不是什么晚清明国访的 当场杂碎 当然退出也来得及 是不是 赶紧退上几位大哥哥 我觉得不管他真假 王老师杂与不杂 你的爸爸看到这个节目 看到你的笑心 你知道这个东西 你是爱他 孝顺他买的就值了 哎 真的 是的 好了 我征求你的意见 你对这两件事都更了解 万一要是假的 就是新访的 我砸哪个 哪个都不砸 留一个 那就退出去嘛 砸一个 您还是真的 干嘛要砸呀 姑娘 她不是真的呀 如果是假的 我建议 另外这个说了真假 我也说了不算 懂得 你们他们砸的事 是真的 你要你有什么情绪 你跟他们把词 我建议你留一个 您抢吧 您抢 我随便砸 如果是新的 是吗 你什么意思 怎么着 我帮你拿一下 哎 慢点 你别崩着你 你远点 我离远点 我们都是孝顺的 那没错 没错 那肯定的 专家鉴定一点 专家鉴定一点 雍正款 豆采吉刚杯 造型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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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别致 是不是 什么意思 你让我这样 但是右面材料 呈明显的 现代材料特征 画工粗帅 有形而无神 经鉴定为 现代房品 好 他这个整体的 制作工艺来讲 包括他的胎 还有他的这个右面 和他的画法 是一个非常低档的 现代房品 他和雍正的相差 非常远 我们都知道雍正的瓷器 一定是以雅著称 无论从色彩色调上 还有从气形上 一定也特别的完美 那么这显然不完美 谢谢 没事 好了好了好了 还有一个 还有拿着 尽量的大法留着 回家喝酒 谢谢 我们恭喜 韩乔跟乔乔 还有你们的 拿辣品 看见没有 两件 全都毁于我的 六金锤之下 我们看看第三件藏品如何 有请第三位藏宝人 奇特藏品 引发现场热议 椰壳做的一个酒壶 鲜乐生前一杯酒 何须深厚千载鸣 这倒是比较少见 我老想加快它变色 我就用油漆了 我要做一个很洒脱的 一个酒馅 金锤在上 能否逃过一劫 藏宝人 你觉得是真的吗 真的 十秒钟 椰壳 诗文 乘酒 去 大家好 黄大老师好 你好 各位嘉宾好 麻辣品试团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藏品 是清朝时期的 椰壳做的酒壶 壶身上有关于酒的三句名诗 是李白的 它主做的质地是象牙的 这个象牙上刻的是 桃子石榴跟佛手 这个我现在只能说是清朝 清朝时期的很传统的吉祥图案 三多文 欢迎大家鉴赏 我的字报价是18万元 好 谢谢 好 嘉宾专家 麻辣品试团 请下给 好了 对这个东西怎么看 我们一眼变真假 说一说为什么过去 韩乔 我觉得第一呢 从这个椰壳来看 应该说还是有其相当久远的实践 在一个上面这个字啊 能够这么长时间不掉 刚才我仔细看看 上面写的字应该也是用溜金写的 写了生前一杯酒 何须深厚千载名 唯一一点就是 我觉得这个底座 稍微的有一点点质疑 是不是象牙的 我这是有点有点疑问 上了颜色啊 因为这个象牙 如果时间长了 它可能会出现退化呀 它可能变得有点发黄 所以那时候的象牙制品 有很多都着色染色 象牙制品在清朝的中期 是非常的鼎盛时期 其实古代的那个座子呢 不一定是用象牙做的 秋觉也可以做底座的 也非常像象牙的 木头的黄花梨 紫檀 都可以 现在呢我们不说这个 我们就上面这个 一壳这九弧 是真是假 是老是新 王冠老师 我觉得当年说那个底座 和那个我觉得象牙的 好像不像是老东西 它上面我有感觉是老东西 您说这个算真还是算假 算上面的重要 算上面那个 行 我有谱了 有谱了 我想问问那个兄弟 我就问你一个 我看着上面这字啊 还有这感觉啊 像 像你说的 我想问那顶上那个 那个是盖吗 不是 这就是一个糊 拿不下来 对 拿着一糊嘴 这个嘴是出来这么长 它是为了有一个引流的作用 它怎么灌进去酒啊 它跟葫芦的道理实际上是一样的 酒葫芦灌酒 也实际上是卖酒的 用那个比较细的漏刀往来灌 你那个出了那一块就出了那一小块 我就对那儿稍微有点怀疑 如果那个地方没怀疑 我跟你说咱姑且连这都不论 表面看 您就看这个 对 这椰子 这个 真的有这么多年了 真的 如果下一 我就过去 太像了 这种东西呢 姑且叫它酒壶 其实呢 它是不是真的用它去盛酒 已经是次要的 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是真的的话 很美的 很自然的一个东西 我想应该它也是 就是酒壶的一种 是啊 酒囊吧 我觉得这个正体现了 在那个时期 我们一个就是中国人 就能有这样的这种生活态度 就这样的这种行操 我觉得是特别难得的 让我们现代的人来看来的 我们都觉得特别的现实 我们常常见到的是 是比方是椰壳啊 贴纸的 比如说里边是银的啊 外面贴的那种东西 我们常见比较多 但是这样的就是说 以这个原型来制作这么一个酒壶 这倒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东西 我是第一次见到 您说姑娘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觉得它第一 它就是比较沧桑 因为它上边有很多小伤痕 不一样的伤痕 不是所有的都是烫出来的 甚至有手磨出来的等等 所以我觉得它很真实 第二老师说它很少见 我觉得就是因为少见 它才是真的呢 如果都是了 反而就是更不好去辩证了 我觉得 有一点我觉得 这个在南方热的热带地区 有这个几位专家 包括王老师过去都极少见到这样的物件 而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汉字写得非常的工整 这个字一定是在制作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厚写上去的 字 字上也没有出现金粉的脱落呀 这个字是一种 据我知道 这是一种贴金的技术 但是你这个字写得非常 没有脱落的痕迹啊 因为大家在看这个包浆最好的地方 实际上是它在它顶部 平常容易触及的地方 在它的这壶身上有字 所以它的包浆就没有上面的效果 好就说明大家在用的时候 拿的时候都会很小心 那稍微省了点汗迹 这么长时间触摸一下 时间长了 包括长了以后逐渐的氧化 我觉得它也会有一些深浅不易 连这个底部还有撰书 好了咱们二次探虚实 别不好意思觉得没没信心就过去 不要守着姐妹说我得跟着她 有什么你要过去瞧瞧 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虽然呢 有一百多年的这个历史了 我总觉得这个椰子壳 它能保存这么好吗 它怎么防腐的那个时候 其实重要的是它是个酒壶 酒也能防腐 因为酒有杀菌的作用 液菌杀菌作用是非常强的 而且古代那时候的酒浓度 都要比咱们现在喝的酒的浓度要大 长期存放它的液菌杀菌作用 已经渗透在壶的内体子本身 就跟咱们用的葫芦 其实酒葫芦是一个道理的 这技工也总在背着一个酒葫芦 好 那我第二个质疑的小问题 就是说因为这个上面 刻了两首李白的诗 应该是三首 三首 李白这个被誉为是酒仙 也是咱们这个诗仙 可是我总觉得 这个做这个东西的人 他如果这么有文化氛围的话 他应该是刻上去的字 因为看到这个就想起来木雕了 你说咱们姑且真假老心不论 就是这种工艺 它肯定比刻上去复杂得多 难做的都当然了 而且他要写一个 这我就外行了 就是看制作者 跟药制作这个混人 我是瞎说啊 瞎闯吗 因为我也很少见这个诗 可能他追求的就是这种奢华 古来圣贤皆寂寞 唯有银者刘其名 这是李白 枪尽酒里的诗句 诗仙李白不但是为诗人 还是一位酒仙 酒成就了他的豪放不羁 洒脱乐观的诗情 和张扬自我的浪漫主义情怀 他的饮酒诗课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 永远散发着不容忽视的芬芳 想必李白当年定是一席白衣 于青山绿水间把酒淋风 于酒憨之际 引出一手手千古绝唱 如果这东西对的话 它全有了文人的情怀 因为有关于文人饮酒的那些诗句 还有呢自然的风貌 很随形的 也不像刨器 还有前面在葫芦生长的时候压它 我一想到最难受 即便想了 咱们说白了就挂眼 王不越演越抽手 就那种感觉 这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呢 这还有一种贵金属的东西 又很富贵啊 我说我第三个过来的原因 就是我爸坐在下面 我看了一眼我爸我爸 这边这边 我就过来了 你说这个东西看着 还确实有文人那种气息 简洁自然淳朴 而底那个座呢 是一虚一实 底下又刻的比较满 看着还是有一眼这个东西 对 而且也可能到这种包浆啊 棕色的确实也比较少见 我觉得还应该是真的 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藏宝人 您这件这个藏品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 这个是我父亲在94年的时候 在银川的一个银川的地方收的 据我所知就是这种东西 肯定这个植物是热带植物了 当然 然后在这个清晚期 像我们刚才刚先生说到 说19世纪的这个时候 有这种供应品 那也多出现在这个岭南一带 就是有这种热带植物的 但是我要跟你说 岭南一带尽管能出植子 这是肯定的了 是不是 但是在那种潮湿高温条件下 想保存一个植子制品 一个古代艺术品 那可就南上加南了 而它所谓的银川西北 恰恰是干燥的 那我还想问您一下 您知道这上面这个写的这种字体 是属于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字体 您说它像隶书吧 它又有点瘦 隶书我们都知道是比较扁的 但您说它不是隶书 因为您说是清的嘛 清朝的话我觉得清朝真术 也就是凯书 已经是很完善很发达的 它要是用凯书 可是您看它那个布啊 一些这个字体 还有这个隶书的这个痕迹 那作为当时的那个人的审美观 它会把这样的字体 提在一个这样的供应品上吗 也叫隶凯书 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很像我们现在 姑娘你们提出这个问题 提得很好 现在到旅游景下 我们这边约了这个独角 但是我们还要说 这基本上就是隶书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地方是因为 本身椰子它就是很大自然的感觉 然后它刻上酒仙的这个诗之后 又是酒壶 给人的感觉就是 我要做一个很洒脱的一个酒仙 就是这种味道的人 所以我觉得它本身拿椰壳 去做这个酒品 就是饮酒的这个器皿 我觉得它就是很洒脱的一个人 小姑娘了不得呀 你那时候就唱到这个字 我跟你说真的现在讲时尚 其实传统文化 现在有时候也成了时尚了 所以王老师 说到这我就想 有一个感慨 就是说我们在 在欣赏那些有定制的 官窑器的时候 我们在欣赏的程序 也是定式的 是吧 造型 有色 文饰等等这样 可是我们在欣赏 这些杂项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个性化的东西 当初制作这个 它们也是个个性化的制作 当我们现在鉴赏它的时候 也是一个个性化的鉴赏 所以杂项里面 其实也很有情趣的东西 都在这里 所以刚才这两个 这个辩友 他们之间的这个讨论 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个 鉴赏这些有个性的 艺术品的这个过程 进行的一个演示 挺有意思的 没错 王老师 那刚才刚老师说的 这是杂项 我一下就想到一个问题 这杂项应该就是 要谈到它的包姜 我呢 王刚老师 我挺喜欢玩葫芦 也挺喜欢养葫芦 所以我想他们应该 有一曲同工之处 我每年都要玩一些 这么小的小葫芦 然后玩几个月以后 送给别人 因为它那个包姜 和颜色就都变了 特别漂亮 但是我看这个椰子 你想要是从清中期到现在 那就是几百年 我感觉它这个包姜不对 是吗 对 我觉得这个包姜 不是很自然 没有那种 就是自然玩出来的 包姜的那种厚重啊 那种油润啊 没有 我反而觉得它就像 被什么油沁过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干过这事 我老想加快它变色 我就用油沁了 这也是别人教我的 在一个像刚才对的这边人 说的黑的那些地儿 是说自然 我反而觉得那些地儿 是做假 王老师 我觉得是有这些 这个啊 咱就别说那么多了 刚才专家也说了 这是真的 我说个原因 刚才我拿了好多观摇 那些都是人的情感 完了去刻意做一个东西 是吧 它里面有人的这种情感 代表出来 而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人去做 它是看到大自然 有这么一东西呢 符合它的一种情感出发 它选来 不敢做糊 但它做糊呢 它又觉得 又缺一点点魂 它就把李白 那个诗给它往上写 用诗 还有自然的东西 和人的情感融一块 弄在一起的 而且这个感觉 它怎么看 它不像假的 你想做假 做成这样 不可能 形式做假 情感很难做假 对 请出健康 看最后的一件 最后给你 评别真假的机会 这我也赌一把了 这椰壳要是把完的话 这不靠谱 它不可能拿手续 打完椰壳 好了 看来这个 的确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到现在还在辩论 咱们稍安勿躁 三请护宝锤 谢谢 生死了就签过了 签过了 对不对 不退 很有信心 我估计是这个答案 很有信心 但是我们见得太多了 一直很有信心 然后呢 专家那儿呢 也有时候给 把误导一下 然后呢 这边也不知道怎么 看真的人多 他就信心满满 你们简直是把他往 往那下道会引的 最后等于坑了他了 他还不退了 当然了 如果真像你说的 这东西就是清代 哪怕清晚期的 也是清代 将讲给你由 北京 银食国际拍卖 有限公司 提供的金牌 一枚 但是如果不是 甚至可能不是 一个椰子壳 刚才你说 这是塑料的 还有的可能 它不是椰子 是葫芦 是葫芦 如果一百多年 那也很有价值 对不对 我要砸的只有一种 化学合成制品 好了 我们三番定乾坤 藤宝人你觉得是真的吗 十秒钟 瞧瞧 甭问了 你们仨 赶紧 这个肯定是真的 别在那坐着了 一定要是真的 你这种招呼 已经无效了 十秒钟过去了 对 什么 假的 真的 真的 这参与性挺让人审的 听请专家鉴定意见 椰壳 诗文 成酒器 构思精巧 包将完美 抵托为球角制作 不是像样 球角 经鉴定为 清晚期制品 市场估价约 三十万元 谢谢你们 我们请林萨杰先生 为你颁发金牌 因为她是杂像专家 有请林先生 好 她说十八烂 然后还要 物质价格还要高一些 这里面写上名字 恭喜 但是这样一件好东西 真的东西 并不代表着我们现在 不管是词杂也好 书画也好 都是这类的真东西 好东西 赝品还是很多 假货还在泛滥着 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地 去为 纯真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每期天下收藏 都有个主题 今儿这简单 就有一个字 钢 这钢呢 它不是一般的钢 这一类的钢 在历史上 曾经引起了一种血案 造就了一位神仙 涉及了二位 陶瓷界的名人 它究竟什么样的钢 请看 明日21点28 天下收藏 敬请关注